打开教堂大门发放热食 斯里兰卡破产后的现况 中产阶级哭着来排队 两大艺术团体同台 近似发随妙莲华的演艺 道具舞台灯光动画样样到位 难以眼见为凭 沙乌地打造零碳牌之家 颠覆你对一座城市的想象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7月28号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陈珠奇 连续几天炽热的天气 今天依旧是高温的 地点在花莲光复 中午的时候来到了39.2度 已经持续好几天的最热点 都是在花莲的光复这个地方 明天开始渴望稍稍降温 因为现在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正在接近我们 随时可能变成今年的第五号台风 那么也连续好几天 我们都为您关心 在大太阳底下的户外工作者 今天要看的是这一群台电的维修人员 又被称作蜘蛛人 因为他们总是得爬得高高的 不管是抢修电力或者维修设备 也不管是刮风下雨或者是大热天 他们在这样的天气底下要求自保 不管在喝水或穿衣服都有学问 意外抢修或凭日减修 不断电状态下考验台电作业员临场应变 这活线工作手部绝对不能张开 要紧贴五百户六百户嘛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要注意 师傅的反应有没有变慢了 这应该是身体不舒服的因素 主管都会把我们准备这个 第二个梅干 海盐糖果 还有缘分流失电子才可以补充回来 有味道你顶把身经止渴 有没有 加薪了 有没有 生经百战成为领班不轻松 要紧盯电塔上铜仁一举一动 一个铜仁他上去 那个螺丝还没收紧 可能一时间万机了 我就勤脸看着他这样下来 这个手就断掉了 紧张一定是会 如果说你超过十公尺以上 危险都是一样的 下来的话都是粉滋脆骨 一定是没有病的 所以不在于那个高度 是在于自己有没有去治愿那个安全 专注取代恐惧 面对六十公尺特高压电塔 这群蜘蛛人勇往直前 老一辈就是说牛是一分子 跟我们一起在工作 久回久就是把自己也称为保鲜牛 能够跟猴子一样的就更好 那猴子那个有四只脚可以爬 台风加洛杉风笼罩大半年 临海台湾宫殿稳定的背后 是这群挥舞血汗的无名英雄 大新闻微宣陈立伟南部综合报道 那么就在这样炽热的天气底下 中国大陆武汉又有百万人 即将要进入为期三天的禁足生活模式 原因是武汉出现了四例的新冠确诊患者 那么最新一期的美国科学期刊杂志 它已经揭露了 它说科学家研究发现 2019年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已经证实就是来自于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 它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除了告诉你病毒来源在这里 而不在任何实验室之外 第二个结论是告诉大家 这一起的世纪的病毒 确定就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的身上 为什么呢 他们找到两个关键证据 武汉华南市场本来就有活体的动物买卖 像是果子梨或者野兔狐狸等等 都有人买来吃 再者是说在这里头的冰柜 手推车或者是笼子 关动物的笼子等等都验到了病毒的阳性反应 因此学者认为 这一起病毒就是源自于这个海鲜市场 就照报道发布的同时武汉又进入了百万人的禁足围棋三天的时间 禁止大型活动当然不能去餐厅用餐 公共娱乐场所跟市场都得暂时关闭了 这四起的确诊病例现在还在追踪他们的感染源 好 这一起的菲律宾7.0强震发生到现在进入第二天了 可是余震超过800次 实在太危险了 菲律宾的总统呼吁民众暂时不要回家 那么这一次的地震是发生在北部的山区 所以搜救工作进行的颇为困难 强震过后拥有300多年历史的维甘大教堂外墙斑驳 世界遗产也蒙伤 菲律宾7.0强震第二天 官方最新数字统计 造成至少5人死亡超过150人受伤 政府已出动军人协助救灾 给予紧急医疗照顾 强震后官方地震测报中心 记录到800多起余震 包括24起有感地震 最大规模达到5.4 民众怕得露宿街头 菲律宾总统出面安抚民心 当局统计一共15个省份 200多个城镇受灾 800多栋房屋倒塌 2万多人受影响 直接经济损失约6.87亿美元 其中爱布拉省受灾最严重 四面被崎岖山脉包围 救灾恐怕难上加难 大爱新闻落泽进编译 而亚洲的斯里兰卡在破产之后 国家无以为继 NGO团体成了穷人仅存的希望 此际在斯里兰卡持续的物资发放 另外还有一个NGO团体 则是打开了教堂的大门 公餐 那很多排队的队伍当中 都是中产阶级 他们本来生活过得去 但是现在竟然沦落到贫穷县以下 得排队来领饭吃 不禁悲从中来 拉开铁门 志工有条不问 分发食物代币 如今为下一餐发愁的斯里兰卡人 不光只有低收入家庭 队伍中还能看到不少中产阶级 等待救济 斯里兰卡深陷经济泥潭 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可伦坡一群志工在12处教堂设立社区厨房 自6月以来每天为1500人提供素食餐点 即使经费有限 志工依旧兼顾营养均衡 每天为贫困者端出四菜一饭 粮食和能源飙涨 挨饿人口越来越多 看看数据 原本一公斤大米只要90卢比 如今价格攀升到250卢比 涨幅逼近三倍 忙着备料或烹饪的志工们 其实大部分也是贫穷线下的人 就算要自掏腰包解决交通费 他们依然有怨有利 想要为保贫困家庭的决心 坚定不移 大爱新闻 洛泽晋编译 好 这是一个地球两个世界嘛 刚刚看的是吃不饱饭 接下来要看的则是 超现实高科技的极致体现 这是沙鲁地宣布 他们要打造一个未来城市 可以住900万人 在这里完全没有车辆 而且完全使用再生能源 在太多长时间 人物有在地区的灵状和灵状 在城市内侧尽量 在自然的灵状 现在 一轮流在灵状 在变化 想想一家的traditional城市 在建议它的股票 建议它为保护和促成 它的股票会在9万人 建议会在9万人 建议会在股票 只有34公里的股票 900万人的十一柱形 在34平方公里内解决 是高密度城市的极致 或异想天开的科幻脚本 沙乌迪阿拉伯去年初就宣布 要打造一座乌托邦 现在终于释出更多细节 关键字就是3D垂直设计 住户们有所有的日常需要 在五分钟的旅程中 和路线的基础 颠覆想象的还有都市外观和节能程度 事实上 The Line是沙国赤巨资新建 尼奥新城的一部分 争议原本就不少 沙国喊出 甚至担心人脸辨识等技术 充斥在封闭空间内 将让政府的监控能力 无限放大 对女权和LGBTQ权益 严重匮乏的沙国社会 恐怕最后打造出来的 是一座反乌托邦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医疗越来越进步 现在很多的手术都能用 微创来完成 尤其东台湾的病患 再也不用奔波到西部来就诊了 稍后回来带您看花莲刺激中心 所开创的妇科微创手术中心 新的一个观念就是精准微重 医疗团队善用力气 守护生命健康 敬意 有个弟子很多 他很高兴 所以成为佛的幻学 所以七月要 祝福吉祥 我是竖琴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就要学习游泳与觅食 但是海滨太薄太碎 他们还没学会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 气候难民 下一个可以使你我 英国文豪沙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 他说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失其肉 如素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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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古代的任何文本 都很難擺脫一個 父權的框架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站在一個 現在的角度 把它的價值全盤推翻 站的力量是 可以改變文二的存在 我都知道這些故事是假的 可是為什麼它好像 更深刻地反映了 這個世界的某些真實面 像是那個 大家以前應該有看過 一部電影叫阿凡島 阿凡島 歡迎回到大愛夜安新聞 一連串跟你的健康 相關的報導 首先來看 癌症通常如果要做 腫瘤摘除 傷口比較大 出血量也多 可是最近很流行的微創 尤其在婦科癌症上 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病人可以提早回家 現在東台灣的民眾 也有了這樣的醫療服務 一 二 三 請接步 花蓮慈濟醫院 婦科微創手術中心 正式揭牌 守護花冬婦女健康 台灣新內視鏡 再加上創新的遺產 我們相信這裡已經是一個 國內一個最重要的 遺產的一個訓練中心 微創手術的訓練中心 花蓮慈願婦科團隊 從傳統手術的大傷口 到多孔 單孔 自然孔道的 微創手術交出漂亮成績單 累積單孔副腔鏡突破1000例 機械手臂手術超過100例 我們現在其實80%的 我們婦產科的這個刀 幾乎都是內視鏡微創的手術 所以那當癌症的話 它在微創手術的執行上 是又更困難的 所以它必須經過比較 長時間的訓練 譬如拿這個淋巴截 日前一位21歲 卵巢囊腫病人 透過微創手術 取出約像棒球大小的囊腫 出血量少於50cc 漱口第二天就出院 經驗道自然孔手術的優點 包括它的肌面貼數比較短 然後手術的傷口疼痛度比較低 那疾痛藥物使用也比較少 那最後它的術後部門是很快的 加油啊 精良的微創手術 需要長時間訓練 醫師們平日多加練習 並定期舉辦縫合比賽 其實現在比較新的一個觀念 就是精準微創手術 在以前的話就是通通都拿掉 現在的話其實可以留的就不要切 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醫療團隊善用力氣 守護生命健康 精益求精 大愛新聞唐山君 鄧明儀 花蓮報導 接下來則是搶救了一個孝子 也救了一個家庭的故事 這是住在中部的洪先生 自己罹患了肺癌末期 他根本不知道 索性透過了化療跟手術 是保住了他一條命 洪先生最欣慰的是 他現在健健康康的 可以繼續照顧 八十多歲的老媽媽 小巷弄裡的老房子 是洪先生的家 八十歲的媽媽行動不便 需要人照顧 母子倆相依為命 可是洪先生卻在前一陣子 身體開始有異狀 幾乎沒有辦法躺著睡覺 只能用爬軌的姿勢 體重也從近百公斤 瘦到七十多公斤 就在四月五號那一天 他呼吸困難 趕快自己叫救護車 來到急診室 右邊的肺部積水很嚴重 那左邊的肺部 也有很多的一些靜潤診斷了 他原來是一個第四期肺癌 洪先生病況非常嚴重 肝精手術加上化療 三個月後病況穩定 病毒了 不會不會 皮膚已經沒有這麼多 假病這是之前堂圓的這個掃描 所以這裡都是整個掃描 魚都縮起來 這裡有種療 跟這個左邊的魚也是同樣的 鄉邊這個黑黑就是都清 都完全沒有掃描的情形 你自己本身要保持體力 我之前最嚴重做那四次化療 最常是化療我都過去 現在化療又減輕的 對我來說應該是很OK 闖過危急的關頭 洪先生持續接受治療 還能夠照顧媽媽 是他最開心的事 大愛新聞 江麗君 劉伯銘 台中報導 接下來則是把別人的媽媽 當成自己的母親來效養 台北有九位慈濟志工 組成了搬家團 原來他們遇到了一位獨居長者 住在二樓 可是阿嬤行動不方便 所以志工就找到了一間 一樓的房子 幫著阿嬤搬家 連家具跟生活用品 一應計全 通通包辦 日節感恩喔 感恩喔 那我們走了 我們搬到新家具 好 喬籤喔 好 喬籤喔 85歲葉阿嬤 獨居公寓出入不方便 社工找到一樓的新家 志工幫忙搬家 攢扶阿嬤立廚 阿嬤 阿嬤 我們今天你就搬來這裡 謝謝慈濟幫忙 就是阿嬤就是幫搬家 整理東西 那遊行 慈濟能夠接受 就是伸出援手 幫助那些在邊緣化的老人 新家一個人住剛剛好 東西如何擺放是學問 丟上來給我 這樣就比較不會占地方 這有幹嘛喔 陪著阿嬤走幾回 認識新環境 新環境喔 有開心嗎 我拿著涼球 把你家裡放它涼 這趟搬家對周賴茉莉來說 是行善也是行少 自己媽媽在年初的時候走了 能夠幫忙阿嬤 然後我自己也很高興 阿嬤原本住在二樓 爬樓梯每一步都辛苦 就為愛的搬運工 完成巧遷任務 沒有湯圓 大家用歌聲慶祝 希望阿嬤在新家住得舒適 大愛新聞真善美之工黃榮輝 台北報導 其實想要幫助別人 也是要等待姻緣的 來看這位牙醫 等了二十年才救人一命的故事 看診專業又親切 蔡醫師被受患者信賴 身為仁醫會成員 時常前往教養院 幫身心障礙者洗牙 這個時候的她 語氣更加輕柔 的確是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就是把牠們當作是 就是可能比較不懂的小孩 那我們就是盡量希望 就是把牠們照顧好 心存善念 早在二十年前 她主動參加驗血建黨 這段時間以來 曾配對兩次沒有成功 第三次因緣劇足非常高興 能成為周邊血幹細胞捐贈者 雖然過程略有不適 仍堅持助人 打完190年生長激素 確實會有一些不適的症狀 包括骨頭痠痛之類的 但是藉由一些症狀治療 其實大部分的捐贈 都可以很好地度過這段時間 自從知道確定可以之後 我那個時候是 我每天都去跑三千公尺 就是讓這個一直可以傳遞下去 讓她知道有能力 將來也要幫助別人這樣子 蔡醫師感謝家人支持 志工陪伴 希望一切圓滿 幫助受贈者 開啟崭新人生 大愛雄台南嘉義綜合報導 這應該是台灣藝術史上的頭一遭 結合了兩大藝術表演團體 包含了幽人神谷 還有唐美雲歌子戲團 他們將同台演繹法華精 所以從舞台的道具 燈光 技術 各種的演練 通通都不能夠馬虎 現在正在緊鑼密鼓的彩排中 演繹法華精的專業演員 與技術團隊一幕彩排 每一個小細節都不放過 那個剛剛那一句 時光隧道的字給他塞在那裡 健身大和尚東渡 然後玄奘法師西行曲經 然後揪摩羅斯大師 是好那對 所以這個是用字母上字母 對然後這向法五卓二四 一整車開後這邊轉過來 燈光道具等都到位 確定位置之後貼上定位點 舞台設計結合音樂 影像動畫 歷史畫面透過現代科技 跨越時空呈現和諧美感 法華精是一個很深奧 然後非常廣泛的一個經典 我覺得大家都在做一件美學的提升 配合演員走位換裝 燈光也要適時調整 接下來我就會給 紅蘿超羅的光 好不好 我們先做 那這個中央的我先不加 為了深入精臟 大家其實已經排練了一年 不厭其煩反覆練習 其實從表演者的身上動作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們 腳步放得更慢的 然後演繹的各種姿態 動作更到位 那動畫也是 對我覺得大家都在 往一個相同的方向在邁進 大愛新聞 團戰軍中江波花蓮報導 同樣是要入精臟演繹 馬來西亞則是一群素人 他們是用土法煉綱的方式來學習 但是同樣成心 同樣發了大悅 第五身的時候 藍衣的全體左腳下跪 精準地提醒動作以及位置 資深手與志工陳立珠 在演繹指導上 自己也不斷溫固知心 先學而後教 我自己是會先畫了出來 先跑了 連名字那些我都會 這個是我早期所畫的 東西畫好了之後 我就會重看這些 就是說寫容給我們的資料 然後我就會看YouTube 一直看YouTube 看他們的動作 然後再去 怎麼樣去研究我們的堆形 陳立珠已有空 便會抓緊時間練習 用心了解每句歌詞 每個動作的含義 如果我沒有了解 我不知道怎樣的東西是 我帶動不了 她把她的時間完全就放在這邊 因為我在安排練習時間 還是任何線上的時間 她都說你安排 我一定配合 她沒有說我不得空 這一天不行 只要我安排的日子 她一定可以上 我欺負每一天 我都在寫禁止語 2018年的時候 19年 2000年 等到我自己有時有煩惱 我就會隨便翻一個來看 來提醒自己 我要知足 感恩過去 展望未來 更重要的是要把握現在 這次能參與入金藏 讓陳立珠更有體悟 也讓行走菩薩道的腳步更加堅定 其實我在教的是收穫最大是我自己 我最大的感触也是在佛寨林山 雖然我沒有在演藝裡面 但是每一個人都是像我在演藝這樣 全身心投入 也期許參與演藝的每一位 都走入法華金的心靈境界深入法水 大愛新聞之上美之公 謝念祥 吳永愧馬來西亞報導 這幾年人類非常努力想要學習與病毒共處 現在率先蜜蜂做到了 稍後回來我們要帶您看台灣土生土長的蜜蜂 一度瀕臨滅絕 現在族群繁衍生生不息 不能小看這種小火的力量 雖然燈光是非常的暗 但是一度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照亮夜晚 我們如果去哪裡 哪裡有一點光 那就是送愛了 送溫暖了 每本書都是座樓 讓文字齊居如詩 每座樓都有門 開啟它增廣觀看世界的角度 每座樓都有梯攀登它 進入知識的殿堂 書如樓都有路 閱讀吧 以情為禁 1987年 維尼斯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1500年來 它見證了人類文明的繁華與蒼糧 如果我們無法阻擋氣候變遷 等到2030年 就只能潛水旅遊維尼斯 吸管是海洋塑膠垃圾的一部分 台灣一年用掉30億根塑膠吸管 由於吸管不屬於塑膠容器 不在政府規定的回收項目中 再加上回收利潤不高 不但回收率低 還連續三年穩坐台灣海費 十大排行榜的第三名 人們就算沒有吸管 也可以喝飲料 但海洋生物 卻會因為吃下吸管 而喪失生命 字幕提供 欢迎回到大爱夜安新闻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靠近台湾 明天开始天气受到影响 降雨几率增加之外 渴望稍微凉一点点 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 今天最高气温是发生在花莲复原的39.2度 另外宜花东附近这一带 普遍也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 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 它是往比较偏西北的方向来行进 那未来在明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未来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 然后逐渐往东海的方向 来移动 所以对我们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在它的西南侧 就是比较靠琉球东南方海面 这一带有一个低气压 这个低气压未来也有可能会 进而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 所以未来对于这个低气压 我们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今天晚上普遍来讲的话 是比较没有什么雨 不过在西南部沿海附近 这一带的区域可能在清晨的时候 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出现 那到明天白天的时候 在中午过后 在北部以及东北部 跟东部地区 可能会有午后雷震雨发生 那此外就是山区的地方 午后雷震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周日之前 由于受到低压带逐渐接近的影响 台湾附近的天气会开始变得比较不稳定 那尤其是北部 东北部跟东部地区 降雨是属于比较不定时的 那西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在清晨 可能也有几步的短暂震雨出现 那到了1号之后呢 随着这个 台湾东南侧的低压逐渐的接近 那那个低压呢 那未来也有发展为 热带清晰气压 甚至轻度台风的机会 那从1号一直到3号甚至4号 都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台湾附近 各地都可能会有震雨或雷雨 而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 很多家长都会鼓励我们的 自己的孩子跳绳 因为跳绳的时候会刺激脚底的生长板 就能让孩子长高快一点 其实跳绳除了可以长高之外 它还有其他好处的 像是它在跳绳的过程当中呢 燃烧了热量 就会消耗我们的脂肪 当然也可以保有骨本 预防骨质疏松 可是跳绳也有一点风险 例如我们在跳绳过程都会动用到的 臀部的膝盖的或者是脚踝的骨骼 肌肉韧带等等 都要避免过度运动导致受伤 想要帮助孩童成长 跳绳也是一种选择 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一个人就能跳 300下刷回旋 因为这样可以练习耐力 1000下就慢慢跳 每天跳每天跳越跳越多 一方面就是学校都会让他们规律性的 每天都要运动 然后也是希望它长高 医师建议刚入门的孩子 可以从一天几十下开始练习 5到6岁以上的儿童 一天可以跳200下 因为往上跳的这个动作 能刺激身体这个地方 利用就是真的是跳这个动作 我们的脚底板 事实上有一些可以刺激 我们生长的生长点的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刺激 脚板的部分 而刺激它的身高的一个发育 除了透过运动刺激 生长激素分泌 睡眠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医师认为晚上10点以前就寝 可以及早进入生眠状态 有益儿童长高 成长茁壮 当然新闻王亦婷好 台北报道 大家都知道 蜜蜂对于生态界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们关乎到所有植物的繁衍 开花结果等等 科学家甚至用假如没有蜜蜂 就要动摇果本这样的话来形容 那么在台湾有一种土生土长的东方蜂 他们一度感染了病毒 99%的族群都灭绝了 科学家用耐心细心和智慧 加上农民的照样 让蜜蜂们学会与病毒共处 经过三年的时间 蜂群的数量回来了 它们成功了 你看 哇 你看 这么多 你看它这一片大概是土鲜 在这个囊状状从进来之后 已经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没有出现这种光景 钞片上簇涌的蜂群 让蜂农与研究团队 绽放了久违的笑容 你看你看这个 它这个准备起王台 是要服役你王蜂的 成功赋予的蜂群 是本土东方蜂俗称台湾野蜂 五年前东方蜂受中囊病毒袭击 疫情扩及全台 染病土蜂在蜂群间交互感染 病毒让幼虫无法成用 蜂群接续死亡 你看这边这个洞 它已经有蜜蜂的眼睛出现 如果是生病的蜜蜂 它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一个阶段 通常一个正常的草片 这个外圈你看 这边是它的食物 这边这个蜂盖封起来的 这个叫蜜盖 所以这里面都是蜂蜜 然后这边有点橘橘黄的 这边都是花粉 然后内圈这里面都是它的幼童 它们在生病的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这么多的蜂 可以去照顾它们的潮 所以那个时候 卵就吓得乱七八糟 染病的土蜂自乱阵脚 也让台湾生态蒙上一层隐忧 如果东方蜂消失的话 那真的是动摇果本 因为这个东方蜂 它是本土植物的一个 最重要的受粉的这个蜜蜂 譬如说我们中央山脉地区 今天如果东方蜂消失的话 那那个地方的植物怎么办 面对中囊病毒的风暴 养蜂界也不知所措 这样 这漂亮 有两派的说法 一种是我们要赶快给它吃药 赶快把这个东方蜂救起来 那我那时候是反对的 长年投入蜜蜂研究的团队 主张不投药让蜂取与病毒共存 认同的蜂农也只对染病蜂群 采取隔离策略 它这一箱 它有代言者 我们这一箱全部要代言者 中央病疫情在蔓延出奇 东方蜂几乎并临灭绝 为了扩大1%的抗病蜂群 蜂农遵循古法 到野外挖洞又不野蜂 在这里 这个野蜂它也会进去 我们看它来的时候 它已经族群壮大的时候 我们再用箱子把它装起来 然后带回自己的蜂长 管理饲养 我们要学着跟病毒共存 我们的中央病也是一样 到现在 我们只持续在这个地方 做监测的结果 发现到病毒的量 已经降到很低了 表示我们的蜜蜂 已经找到对应它的方法 台湾土蜂历经三年 学会了如何与病毒共存 印证了生命中 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它带来蜜给我们吃 我们也要照顾它 养蜂一样 跟人类一样 你要跟它和平共存 对质气候变迁 或者是生态的危机 都需要智慧和科学 接下来我们带您到加萨走廊 很多的巴勒斯坦人住在这里 这是世界上人口密度 最高的区域之一 人们没地方住 就一直往海滩 去侵占了海滩的土地 来当作自己的家 可是这几年 海水上升 让他们感受到危机 就怕有一天 家园被淹没 他们竟然想出了 非常离谱的办法 那就是把大量的废弃物 垃圾 甚至是大型的家电 往海里头丢 希望能够形成 另类的小破块 沿岸堆满一块块废水泥块 甚至还有轮胎 住在加萨走廊海边的难民 生活逐渐受到威胁 人们从一年或二十年 或五十年 都想把自己的担心 把自己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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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全球人口密度 最高的地区之一 加萨走廊平均每平方公里 就要容纳6133人 比起人口大国印度 每平方公里431人 显然加萨的生存空间 更狭小 更让人窒息 其中有9万人 住在岸边的难民营 而这也是在邻国 以色列和埃及 长期封锁之下 较能逃离陆地管控 好好放松的地方 但他们的生存空间 如今快被大海抢走 尽管当局有拿去年战争中 毁坏的房屋瓦利挡在岸边 难民担心这样恐怕 挡不住冬天的暴风雨 呼吁国际捐款1.5亿美元 让他们放销剥块 并建立提防 总算能在邻国限制下 稍稍喘喘口气的岸边难民 却在大自然的胁迫下 对世界发出紧急求救讯号 大爱新闻 陈云荣编译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祝福您平安 顺心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